高雄国际绿建筑技建材大展 23号在高雄展览馆开幕 市长陈菊表示 近年来市府努力翻转高雄 致力打造绿能生态城市 并且全力发展光电建筑 包括高雄错、立体绿化等 每年创造百亿以上绿色营建价值 2017高雄国际绿建筑技建材大展 结合国际品牌及建材设计观点 将熟悉的元素和精神导入创意思维 创作独特风格的空间氛围 提供新的生活美学定位 成居感谢中央协助 市府也全力支持台中、台南、屏东等县市 复制推动高雄错经验 另外为了配合2017高雄国际绿建筑技建材大展 市府也启动高雄错校益宣导系列活动 分享经验